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老师会教关于动物呼吸器官 这个是四年级的科学 好,在我们在上动物的呼吸器官之前 让老师来跟大家复习人类是怎样呼吸的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呼吸器官 当中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肺 人是用什么来呼吸的呢 就是用我们的呼吸器官,就是用肺 肺就是人类的呼吸器官 好,通过气管还有鼻孔 这就是人类的呼吸器官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这是上次的 上次课堂上所讲的东西 动物用什么来呼吸呢 动物需要呼吸才能够生存 跟人类一样 呼吸时,动物会吸入氧气 排出二氧化碳 不同的动物呢,就有不同的呼吸器官 动物是怎样来呼吸的呢 好,我们来大家一起来看 这是有一个思路图 里面讲到就是动物的呼吸器官 所以老师在这里呢,就会讲解给大家听 我们有四个呼吸器官 肺 动物有四个呼吸器官 其中一个就是肺 肺是跟人类一样的肺 接下来,腮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就是腮 潮湿的皮肤 它的皮肤是滋润的 是有水分的 接下来,气孔 这一点一点呢,就是气孔 来,老师来复习多一次 肺 塞 潮湿的皮肤 还有气孔 接着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动物 我们要怎样记得这些动物的呼吸器官 我们难道要一个一个背它吗 这是有方法的 好,让大家来告诉 让老师来告诉大家 如何记得这些方法 第一个 肺呢 它们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 它们是大只的动物 它们生活在陆地 而如果还有第三个条件呢 它可能就会飞 好,所以一个动物如果它大只 它又生活在陆地 它必定是用肺来呼吸的 而如果它是大只又生活在陆地 它也必定是哺乳类 哺乳类 爬行类 鸟类 或者两栖类 这些动物呢 都是相当大只的 而哺乳类呢 就是会 喂养幼儿的 会喂奶的 好,这叫哺乳类 这是我们下一堂课会再继续讲解给大家听 好,这老师在这里只是介绍而已 给大家知道哺乳类 好,所以呢 如果说那个动物它大只 它生活在陆地 它就是用肺来呼吸 如果它会飞呢 它也是大只 它生活在陆地 它也会飞 那么它也是用肺来呼吸的 老师在这里给一个例子 如果好像 马 马很大只 它生活在陆地 它是用肺来呼吸的 还有什么动物 它 老鹰 老鹰很大只 它生活在陆地 它也会飞 所以它也是用肺 所以在这里 该的老鹰就是鸟类 该的马是不雷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学的就是气孔 气孔呢 我们有两个条件 它必定是小只的动物 而它生活在陆地 我们可以说它是昆虫类 老师给一个例子 蜜蜂 蜜蜂小只 它生活在陆地 那么它是用气孔来呼吸的 而它是昆虫类 接着 我们有腮 腮呢 它的条件 是一定是生活在水中 我们称它为鱼类 这只要在水中生活的动物 它必定是用腮来呼吸的 但是在这里老师有三种动物 并不是用腮来呼吸的 你们知道是哪三种吗 好 老师来告诉你们 第一个就是鲸鱼 大大只的鲸鱼 第二个就是海豚 这两种动物 它并不是鱼类 它们是哺乳类 所以呢 它并不是用腮来呼吸 它是用肺来呼吸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 鲸鱼都会在水面上 会碰水出来 而海豚都喜欢在水面上 跳来跳去 所以这两种动物呢 它们在水面上的活动那么多 原因都是因为它们用肺来呼吸 它们需要去到水面上 得到空气 使用那个肺来呼吸 你知道肺不可能在水中呼吸吧 对吧 如果你在海中游泳 那么你用肺来呼吸 那么你一定是死亡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有两种动物很特别 还有第三种动物呢 就是海龟 海龟就是会上岸下蛋 去沙滩下蛋那个海龟 海龟为什么不是 它生活在水中啊 但是为什么它不是用肺来呼吸呢 因为它是爬行类 所以呢 爬行类就是用肺来呼吸的 所以这三种动物请大家记好咯 接着我们来看的就是潮湿的皮肤 好 潮湿的皮肤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皮肤要潮湿 皮肤要水水的 皮肤要很滋润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潮湿的皮肤 当然除了这些动物有这四种呼吸器官之外 有些动物是有两种的呼吸器官 例如我们的青蛙和残除 我们还有一个动物是泥 之后我们又看图画 图画可以看得到那个泥的那个样子是怎样的 所以青蛙残除 它们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表面都很多水的 很滋润的 所以它们是用潮湿的皮肤来呼吸 但是青蛙跟残除 它们是有用肺来呼吸的 它们是有两种呼吸器官 我们听完了老师的讲解 我们接下来就看例子 动物的呼吸器官 第一个动物 我们都认识它吧 老虎 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 病临绝种的动物 那么老虎是用什么呼吸器官呢 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不可能去背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回刚才老师教的方法 就是它大只吗 它在陆地吗 好 它是大只 它在陆地 所以它必然就是用肺来呼吸 当然老虎是普鲁类 如果你忘记了老师该所用的方法的话 你只要知道老虎是普鲁类的 它会喂养幼儿 那么它就是用肺来呼吸的 接着 我们有一个在空中飞的 犀鸟 犀鸟是生活 是大只吗 大只 它生活在陆地吗 是的 它生活在陆地 它会飞吗 会 那么它就是 用肺来呼吸的 它是鸟类 好 大家记得哦 它是鸟类 接着 也是生活在陆地 但是它大只吗 它是蜻蜓 它大只吗 它并不大只 所以不是大只的 它在生活在陆地 它是什么 呼吸器官 它是用气孔 非常好 而在这里呢 它是昆虫 所以它是昆虫类 所以它是用气孔来呼吸 接着我们有蝌蚪 蝌蚪生活在哪里 生活在水里 非常好 生活在水里的蝌蚪 它的呼吸器官是 非常好 它用晒来呼吸 接着我们有青蛙 青蛙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有滋润的 它有潮湿的皮肤 它的皮肤都很滋润的 有水水的 对吧 所以它是用潮湿的皮肤 来呼吸 对吧 但是青蛙是一个 很特别的动物 它有两种呼吸器官 它们是用肺和潮湿的皮肤 来呼吸 它在陆地的时候 它用肺 但它在水中的时候 它可以用潮湿的皮肤 来呼吸 接着呢 我们有鱼 鱼呢 是在水中生活的动物 所以它是用 非常好 它是用晒来呼吸的 好 请同学们要注意 一下这个塞字如何写 它是由鱼字和思想的诗 一起构成的一个字体 要记得把这鱼 还有思想的诗 联合在一起 它叫做塞 大家注意一下 下一个图画 这就是刚才老师说 要给你们注意的 就是泥 泥呢 是很特别的动物 它是用两种呼吸器官的 它是用塞跟潮湿的皮肤 它大部分的时间在水中 它也是会在陆地上升 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海中的虾 非常好 海中的虾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 请看一下哦 大家注意的话 请看这个部分 红色的部分 大家有看到吗 红色的部分 好 这个就是它的塞 请记得哦 这就是它的塞 所以瑕是在水中生活 那么它是用 用什么来呼吸呢 它是用 它是用塞来呼吸的 是的 瑕是在水中生活 它是用塞来呼吸的 接着 这就是刚才老师之前所说的 很大致的 金鱼 那么金鱼是怎样生活的呢 金鱼是怎样呼吸的呢 金鱼是用 肺 非常好 就是刚才我们说 它虽然生活在水中 但是它是哺乳类 它是很特别的动物 它是哺乳类 它用肺来呼吸 它不是用塞来呼吸 它用肺来呼吸 好 下一个 在陆地上生活 但是很小致的 大家知道它是用什么来呼吸吗 非常好 它是用气孔来呼吸 好 那么你们懂 气孔在什么部分吗 气孔的部分就在这里 好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 好 这里是哪里呢 我们称它为腹部 好 清楚吗 这就是我们称它为腹部 这个部分叫做腹部 好 这地方就是气孔所在的地方 好 接着呢 我们有这个 残除 一起来读 残除 残除跟清外是一样的 它们外表有潮湿的皮肤 所以它们是用潮湿的皮肤来呼吸的 当然它们也生活在陆地 它们是两栖的动物 它们是用肺和潮湿的皮肤来呼吸的 好 今天老师的讲解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老师的下一堂课将会讲解新的一堂 是脊椎 脊椎动物 好 希望大家可以留守下一堂课 谢谢大家